嗨 咳 哈啰 大家好我是薇薇先生 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 就是它 iPhone XS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好朋友 詩先生他的大力贊助 他拿到這支新iPhone的時候 第一天就借給我 讓我有幾天的時間 可以把玩測試一下 那這支是 64G太空灰色 5.8吋的OLED螢幕 重量177g 無邊框的螢幕設計 搭載了最新一代的 A12 Bionic 仿生晶片 具有新一代的神經網路引擎 絕對是史上最強 但也是史上最貴的一代 盒子裡面呢 一如往常的有一份說明書 一個有線的耳機 還有一組鋁充 充電頭跟充電線 首先先跟大家說說 拿到新手機之後 要怎麼去移轉手機的資料 如果你本來就是蘋果家族啊 這支手機電源打開之後啊 你原本的iPhone 就會像這個樣子 跳出通知 問你是不是要設定新手機 接下來呢 你只要跟著步驟 一步一步的進行 大約15到20分鐘 就能搞定你的資料移轉 那外觀上啊 唯一變最多的 就是在右上跟左下 各多了一條天線 我想應該是為了滿足它 雙卡待機的功能 去提升它的收訊 跟網路速度才做的 只可惜啊 底部因為多了一條天線的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啊 麥克風跟喇叭孔 左右的設計呢 有點不對稱 那這個外框呢 是特製的 醫療級不鏽鋼材質 背後的玻璃機殼啊 有支援無線充電 你只要買金色 或是這個太空灰 外圍的不鏽鋼啊 都是使用物理氣象層機上色工序 簡單來說啦 就是針度 把金屬跟氧化物蒸發之後 在表面上附著一層薄膜 那如果你有看發布會的話 就會知道啊 蘋果秀了一張 有一個帥哥 潛到水裡面 去拿iPhone XS的照片 所以呢 這支手機配有 IP68的防水能力 它可以在水裡2公尺的地方 待30分鐘 沒事 那這代的iPhone啊 延續了iPhone X 一樣沒有指紋辨識 但是它把Face ID 提升到了2.0的版本 加強了辨識的速度 還有安全性 前面的這片瀏海呢 裡面有 測彙點投射器 它可以在你的臉上啊 投射超過3萬個光點 去偵測你的臉部特徵 第二個呢 叫做泛光照射器 它是用在黑夜或是黑暗的時候 也可以捕捉到你臉部的資訊 第三個呢就是 紅外線鏡頭模組 它用來同步拍攝你臉部上的其他資訊 那也因為有他們三個 所以才可以讓我們在做Apple Pay的時候 只需要看一眼就搞定了 那剛剛提到的A12 Bionic晶片啊 大有來同 它裡面一共分了三大區塊 第一個是CPU 總共有六顆核心喔 兩顆效能核心 四顆節能核心 這個效能呢 比上一代的A11提升了15% 電力消耗呢 則提升了50%的節能效果 第二個是GPU 一共有四顆核心 搭載了記憶體壓縮功能 讓你在修圖啊 或者是做影片 還有多工處理的時候呢 會更加順心順手 第三個就是 A12的Bionic神經運算網路 最大的感受啊 就是在拍照還有錄影的時候 以前我們在用HDR白平衡這些效果的時候呢 都是在拍照之後顯現 但現在啊 這些功能已經可以實時的顯示在 拍照的觀景窗裡面 也就是說 螢幕顯示的是什麼 拍出來的就是什麼 那轉過來的這個主鏡頭啊 它搭載了F1.8的廣角鏡 加上F2.4的長焦鏡 1200萬畫素的雙鏡頭模組 同時也有OIS光學防手震 ISP影像訊號處理器 意思就是說啦 想要拍出像單眼一樣的景深啊 還有光線效果 已經變得非常容易了 那這個螢幕面板啊 是100萬比1的 Super Retina顯示器 動態的對比啊 比iPhone X多了60% 所以蘋果敢很囂張的說 iPhone XS這塊螢幕啊 是史上色彩最準確的手機螢幕 那錄影的部分啊 最高支援到4K 60幀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如果你在低光源的環境錄影的時候啊 這個相機呢 它還會自動將幀數降到24幀 來增加畫面亮度的提升 還有畫面的噪點降低 那收音的部分呢 則是你現在所聽到的立體聲 那這支手機啊 因為它加強了節能的效果 所以電池的續航力表現得很棒 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充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把鏡頭轉到前面來啊 它用的是F2.2的700萬畫素自拍鏡頭 而且還搭載了原聲感測相機的模組 讓以前用iPhone的人說啊 蘋果的自拍鏡頭拍起來沒有很好看這件事情 大大做的改善 這張就是我用前鏡頭拍出來的照片 完全沒有修圖 那最後啊 我自己用了差不多2到3天 的心得結果就是 假如你是用iPhone 7以前的玩家 不管你是換iPhone X還是iPhone XS 一定會有明顯的升級感受 像我現在用的就是iPhone 6 Plus 所以我已經決定要準備去換一支新的了 那至於你本來就是8或者是iPhone X的使用者 可能不會有這麼明顯的感受 除非你是一定要用最頂級的相機 還有次世代的處理器 那也只好花錢換啦 那假如你的預算沒有照片 就這麼高啊 接下來推出的XR 或者是降下版的iPhone 8跟iPhone X 都是一個可以考慮升級的選擇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人 按這個地方就可以訂閱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